哈喽大家好,这是刚刚拿到细紫皮的up主自由席舞 第一局是陈琳主,本期素材呢我个人感觉我自己打的一天也没有打出什么优秀的素材 然后玩家投稿也没有让我特别中意的,我现在甚至在为封面着急呢 这里一开始对面有个张松一个元树 元树把张保镖他就可以不用怕什么,但是他可忘了忘记了 陈琳可以直接把,换句话说我们直接两招杀,一张男马就直接把张松秒了 手上刷的好像也是进攻牌 然后我也说过嘛,元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克陈琳,但是就靠一点点跟他耗 我们不管怎么说三血阴姿,再加上笔伐打他也是可以打赢的 而就像大家所看到的,在单挑的时候地主的双刀真的挺重要 第二局守别看对面是双四害很难打,说真的很难打,这就打了聚久 而且最难受的是对面两个人运气也特别的好 你看呢这个,这一张拆一个,然后再拆草中的牌 你杀他,反正我杀他只要他就摸几张桃子,就是AK留下手想把他藏一手 而且我说过别看的话很好打的样子,狙兽是个进攻型农民 我要必须得,你看呢,我不出这张决斗,我不出这张AK不出杀 我是没有办法过牌的,但是我一出你看他这过牌量多大 我杀他一刀他摸四张牌,我杀他就摸一张牌加上他摸好多桃子 而且这刀子给王毅就给了吧,不过我也说过狙兽在这种时候就要尽可能依赖狙兽强大的进攻 就是强大的石北这个防御技能,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既然是防御型武将吧 说好听也就防御型武将,他们两个人的输出可能没那么足,这里把曹中手上桃子炸一下 全都炸,然后这里披他翻面,翻面就不动手了,看王毅把牌给谁 他们两个只要一会打不出大的伤害,我的石北就是正面防御技 这里王毅就算曹中这里亮了个黑,但如果我是曹中的话我肯定会亮红 因为王毅手上明显是杀不够用了这时候,该防一下,然后这里呢 九杀是肯定要中的,因为他有冠石斧嘛,结果这时候王毅呢 所以我刚无蟹也打了,闪也闪了万剑 我就怕如果刚一下无蟹或者闪,万剑 一下无蟹或者万剑没闪的话我就直接被冠石斧九杀秒了 然后运气也很好,最后只有时机一个九杀,一个顺,把曹中给秒了 然后王毅呢,就在我以为要把这一把素材投给唐麦的时候 王毅上了AK,但只出了两刀杀,这样的话我第二刀给他闪过去之后 就没什么大的问题,结果运气不是特别好 这里摸不到闪,而且这王毅又上了一张AK,吓我一跳 不过说实话,这王毅也属实不会玩 王毅要真的会玩的王毅,这时候肯定 手里就不要留桃子什么的牌了,就留几张杀 留着一轮打我,打我几刀就行,你看 这里又是,他只靠两刀,你说我手上只要有闪 这两刀能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对吧 再反过来继续,这里明显 我拆比无中重要,所以我就先开无中再拆 果不其然他无限直接闪无了我的无中 这样的话把AK一拆,他对我而言就没有特别大的威胁 然后这里他用藤甲顶了八卦,我也不是很懂为什么 但是这时候我打他肯定是需要突破口的 这张九杀就应该是个比较好的突破口 如果能获得一些比较有用的牌 比如拆啊,顺着,比如灌师傅 把它秒掉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你看呢 刚刚说啥来着,这里直接把闪都丢了 准备一波,但是这时候他把藤甲换掉了 所以就有点可惜,这里一波操作 大家就这一波直接把对面秒掉了 先是方块牌,再转一张方块牌 这样两刀可以全都过牌,然后直接灌出去 这里直接决斗,决斗被无了,不要紧 这里直接喝酒之后可以过一张牌 再触杀,又可以过一张,直接灌师傅灌下去 他就算有一张桃子,也一样的吧,还给秒掉了 橘兽就这样,通过石北来保证自己的防御 橘兽可以留的防,用一张闪就可以防住两张杀 所以说我们可以,我们的防御能力还是很强的 然后再通过合理的虚包,直接做到把王毅一波推掉 别看他摸牌量比我们大,但实际上呢 他打我们根本打不进一点伤害 第三把王云基主攻,今天赢的真的不多 尤其这种情况,说实话有点难办 对面一个曹瑞,一个孙祖鱼 直接正常情况都是先打孙祖鱼,这没毛病 开局上八卦,是为了过四张牌 但是我其实不该上啊,怎么样都不该上这张八卦 这张八卦给孙祖鱼拿走了,确实特别麻烦 一开始还想直接把孙祖鱼推掉 后来发现,推掉他好像难度很不大的样子 所以直接考虑,然后这里曹瑞呢,曹瑞也是一样的 我说曹瑞不算私害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牌给空之后 所有人都在打他一下,但是曹瑞本身 他能给队友极强的辅助,肯定不管怎么样都不算私害啊 这是肯定的 然后呢,孙祖鱼这上来让佳怡赶紧先滑 我感觉他可能是自己人,不过会玩的当然也知道 这里我不能,这里我没有直接,叫什么 牵冲基本牌,如果牵冲基本牌的话 我到他距离是无限的,他就可以把佳怡丢了 然后给我来,给我止息一下,然后两张杀,三张杀 三张杀直接把曹瑞带走,这曹瑞确实有点非洲 然后当天孙祖鱼倒是没什么好说的 刚刚就一下转换了思路,因为我现在每回合杀孙祖鱼 他可以把自己的狮子拿回来回血 但是杀曹瑞虽说他有回错,但是一样的 他只要回头稍微黑一点把它推掉 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打曹瑞不管怎么样是没有负面性的嘛 接下来是玩家投稿,第一局是一把接梦火 我说实话,我知道很多人看不起这个武将 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用了几把,我发现是可以用的这个武将 而且他的机制特别的奇怪,就是他回合内 置入七排局的红牌就可以给他攒再起标记 然后呢,黄银可能到我们是个死亥,就没有管我们 然后我说到,接梦火这再起标记不仅可以给自己回血补牌 还可以给队友回血补牌 你看呢,这里我们一开始置入 我们就可以给张角,让他选择回血或者补牌 不管怎么说,你当回合结束的一个滑头 我觉得都是完全合理的,接梦火 他可以,你说真要一轮置入两个红牌黑牌 你看呢,这闪电如果攀个红 也相对于是我们这回合置入装备区的红牌 置入七排区的红牌 然后再到我们的回合 你看这张闪电判了个红,我们就有了个再起标记 然后再起标记给自己用一下,可以摸牌也可以回血 但是我们现在牌,血还比较多,就选择摸牌 因为只要牌多,你看呢,剩无中,我们刚被乐中了 那你看,无中一开我们就有一个再起标记 就说吧,我们获得再起标记 其实比想象,其实很容易了 吃个桃子呀 回合内,出个无中啊,火弓啊 包括回合内无蟹 再包括你如果挤一张装 对,冠师傅挤掉 我们都是可以获得 再起标记,然后 既然有冠师傅,那肯定 冠师傅说也是农民神器 尤其当我们这种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不至于太弱 然后你看那吃个桃子 我们一样会得再起标记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给队友补给 然后谁挂的闪电,谁中招 好像是黄云英挂的 那就当我没说过这话 一样的,你看呢,我们这个 这一 当然啊,黄云英 毕竟运气不可能那么好 然后,我们刚才回合开始的时候 那张冰判的也是个红,反手 我们又获得了一个再起标记 看到那么多难搞的 看几把仙术 看两把仙术张松啊 首先是 一开始局刷了三张沙 然后又来一张沙 你猜我们回合那会摸到什么牌 猜一下吧 直接摸到一张-1一张 这就是所谓的仙术啊 仙术的世界强者如斯啊 四张沙 我直接说王毅顶不住 结束战斗 这才是,这是真的仙术 当然这牌,这射频也不该给我嘛 对吧 还有第二把张松也是差不多的 不过,不过还是靠开局刷的牌还好 对面是增改,当然倒是不强 直接有AK直接推掉去 起手AK,还有一张9 包给自己的命,刚好 在我们回合呢直接 启动吧,对吧 这就是野生的光头松 野生的光头翔,再来一张沙 再五谷一开又有沙 再吃一张桃,没有了不要紧 直接在队友回合,直接把AK和沙陷过去 我觉得他,因为刚刚开的五谷 队友都拿了好多沙 他直接反手把灯外推掉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得不说,这野生的光头松 真的强度超过了弥痕啊 一把接周瑜农名 这我们队友是曹瑞 这把说一下曹瑞的问题啊 首先,先抛出一个疑问 请问大家曹瑞如果给周瑜 叫什么,曹瑞如果明见了周瑜 那么周瑜的手牌上限是多少 因为周瑜的手牌 因为周瑜的技能里面描述的很清楚 你的手牌上限等于你的体力值嘛 那么如果曹瑞给周瑜明见了 那周瑜的手牌上限多少 是3还是4 然后我们借周瑜 打马良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免费的 我们如果反击他 就是可以不停的瓢他的牌嘛 相当于是他如果丢牌是最好的 他不丢的话 我们给他牌他最后也是要丢掉的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现在的手牌上限其实是4 至于为什么是4 我也没有搞得太清楚 不过我们把4张牌全都留好 刚说完就吃了张牌 然后大家可以看曹瑞在 就是完全把周瑜 我们养成了另一个地主 你看马良每回我摸5张牌 但曹瑞摸2张牌 我们摸3张牌 不仅如此 我们还有反减 我们还有反减这个技能 我们手牌上限已有保证 然后我们两个人加起来 血量是7滴 比马良还多3滴 我们两个人加起来6滴 比曹瑞比马良多2滴 然后我们两个人 你看他这过牌量 其实是碾压马良的 只要马良他通过无中可顺 还有骑手压制打出来 优势不够大 我们两个人磨死他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把刘琪主攻 主攻刘琪 如果我是主 我是主的话我会选徐胜 不过刘琪主也是可以用的吧 真的说 然后第一开始 因为我们和许游是一个 势力都是群嘛 就有点尴尬 对面黄云英和许游 都算是爆发武将 都是靠用牌来 靠就是摸 收益是依附于行动的武将吧 他们得靠出牌摸牌才能 才能过牌 然后我们这一 其实我是主持者的话 我们把两人过拆留一轮 然后黄云英挂一张闪电 你看这一张拆我们 马留不住 留不住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每个 挑许游一张牌 然后 然后 然后黄云英同志突然离场 至于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也有点看不懂 不过这场AK 估计之后是可以起作用的 许游给我们送了这么多杀 你看 我们把自己的手牌一搞 然后 最后许游给我们送了一张杀 在排队顶 包括 我们找他要的一张牌 还有我们自己的AK 还有手里攒的一张牌 是往 正好把许游直接弄死 这许游空顶 也是把我们 也是把他自己的命运控死了 反正 一把鲁之农民 这把的亮点就单纯是 也就一点小亮点 但是我觉得完全足够了 队友是元素 我们想办法 想办法 搞些元素的牌 不然的话我们会被恶心到的 马良做的也没错 马良给元素送牌过去 这样的话 我说不定元素手牌 就比血量多呢 然后至于我们怎么做 我们直接把马良 所有牌全都换过来 不过没想到马良 留了三张烂牌 我们把他牌换过来之后 马良是一张牌都留不了 那我们肯定是想办法 狗一下嘛 但最后 直接连队友和马良 就一切就 事情将会变得简单许多 这也是鲁之达克马良所在啊 假如马良牌不是最多的 我们就可以 我们通过给马良换牌 我们把他自己手牌换过来 然后再把马良一下子换空 对马良而言 这也是很伤的 一把公孙渊农民 公孙渊 在我看来 还是可以的 这把主石要打得有点激进 或者换句话说 我是主石要 我不会给曹冲打这张武蟹 我之后有曹子也不会救他 因为 在我看来 就是他就只是在张 曹冲的作用 就是在张冲华盯上我们之前 在我们起 给我们足够的时间 让我们起神装的 一张减一肯定是要起了 但是 三张手牌是一样的 就不要发动技能了 那就是搞笑的 这有 我从中华起了装备 别看他现在起这么 一个加一个八卦 都是我们的 一张决斗起过来 然后 你说我们这拿他的牌 他是既没有办法无限 还无视距离 你说这个多强 我是主石要的话 我不会给曹冲打 拿张桃子啊 一样的 把八卦阵拿过来 八卦阵怪师傅加一减一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神装状态 曹冲离场 不过问题不大 呃 藤甲比八卦阵更好 然后一样的 我们一下子要对 张成华打出大范围的伤害 只能靠藤甲 火攻自己 来打出大范围的伤害 但是 然后 中村也是这样 我们手里 不管怎么念 一定至少留一张 不同色的牌 不然就会很尴尬 这张火攻 张成华手上摸的所有牌 都是未知的 所以 当然想法是蛮好的 并没有那个说不定 接下来打张成华 肯定想办法推 不过 我主持人 我这时候可能把两张红一气 然后把张成华手牌拿一下 再去杀一刀 不过问题不大 至于继续呢 拿张成华的装备 只要我们起 有加一 这个保佑自己 我们 就至少不会被张成华一波推掉 当然 张成华神抽 过拆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就一样 我说继续把自己和张成华连起来 等一张火攻什么的 主曲以善 这也是没什么用的东西 然后主持人 这张 这张 麒麟 这张磁龙双骨剑装的 如果被张成华拿走了 这样非常麻烦 但是我们自己留过的 其实问题也不 没有那么大 只有补一刀 直接带走张成华 因为他 因为他在前几轮 一直在闪我们的啥 他不一定闪是足够的 最后 所以最后也是水到渠成嘛 一把戒吕布 那对面那不是省 都不是省油的灯 一个接孙犬 一个流战 东吾二杰 我也不知道怎么轻松他们 但是我说实话 我对历史上的孙犬 我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好 我感觉孙犬 是真的把他老爹和兄长的 基本是坐持上空 最后还搞蓝鲁挡的灯 导致巫破灭的一个人 我对他印象真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主持人 开局刷了一张酒 一张难满两张杀 直接把戒孙犬弄死了 一下打出五点伤害 而且还是抢中 戒吕布能力还是有保证的 对接下来跟流战三天 我也说过流战这个武将嘛 你别看他唱的吓人 他自己美国没有AK的话 他不是不能杀复杀 一轮给你推掉的 然后直接呢 在我们的每个一招 我们戒吕布 流战就像花里胡哨 那戒吕布那就是比较踏实的那种 一刀一刀的砍 在面对那边唱的花里胡哨的 我们丝毫没有畏惧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二波素材 开局又是一把鲜树张松 至于为什么鲜树呢 大家看就知道 直接看到一张锦囊牌 大家都知道是意味着什么 然后反手 这三张顺一张拆 这张古丁刀 你觉得赵云可以撕几次呢 直接两刀把赵云带走之后 把身侧乐上 但是我是主持钥的话 这张顺可能的 这张无中可能留着下一轮开 因为 因为毕竟孙策也乐上了 然后没有必要直接挤着对他动手 不过对面孙策的话 还是给他一点尊重 把他直接打觉醒了 那就有点可惜 你看到这一 我们就留在手上 一直藏这张南蛮的 这第二刀他闪了 呼吸南蛮他手上 如果他这张逃久的话 就很麻烦 所以索性直接把这张给他有哪一滴血 五种 知道吗 桃园一开给他哪一滴血 你说正常情况下 我们打孙策其实是不虚的 但是你要说 叫什么 强识过的牌 和孙策激昂过的牌哪有更多呢 其实差不多 所以说 觉醒的孙策 他毕竟有英姿 还可以把我们的牌 我们未必打得赢 所以想了想 还是球稳最好 所以主角打得也没毛病 一把朱灵主攻 这把估计可以当做封面素材 因为确实 但你看这牌就知道都会发生什么了 直接一张 炸一张装备牌 这样的话 对面还在源源不断的提供杀 然后反手 把华图秒掉之后 再把关羽一起 杀他 他就可以给牌嘛 那把他三张杀 一拿 最后就是 讲嘛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这就是我们不停把他的子弹拿过来 反手把他们推掉了 一把马良农民 所以 这把的看点是 哦对 就这个SP貂产 我作为SP貂 站在SP貂产的视角想一下 因为有曹王在 曹王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保护 保证我们不死 然后SP貂产也做的比较绝 一张兵一张乐 这样的话 我们马良回合开始的时候直接空城 有一点可惜 不过反手这张雌雄一下子 你看 这SP貂产舍不得自己手上一张牌 给我们加了一张牌 就这一张牌 让我们摸了一张无中 合一张 合一张五谷 然后原地起飞 不过这张九没有给队友是个差评 然后反手呢 这两张曹王一拿 我们两个人 我们和曹王的命也基本上现在保得住我感觉 然后呢我们手上有一张八卦枕 SP貂产只要打激进一点的话 这一轮他会拿曹王的牌 一样的 把决斗给曹王 看似已经很稳的样子对吧 SP貂产 他就真的去拿 主持久上了 把这张加一一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主持久肯定不该上这张加一了 因为曹王还可能继续给我们补一点牌 但是上了加一就没有任何的办法 不过主持久这么想 然后最后呢 SP貂产拿了曹王四张牌 却没有打掉曹王一滴血 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因为SP貂产那一张碧月牌是未知的嘛 曹王直接两张杀 直接把SP貂产带走 在我看来 借寻玉不算是私害 他可以跟地主拼点 然后给队友补牌 相当于是也是一个主动卖血的技能 此外呢 借寻玉还可以跟私害负负负责 所以在我看来 他也是个比较优秀的农民 就着牌 第一轮怎么推掉张松主 大家想一想 就一轮 直接把张松推掉 直接一张火弓 打掉一张牌 一张杀 最后用最后剩的一张闪来跟私侧拼点 然后反手卖了三张牌 直接一杀一南蛮一决斗 直接把张松带走 借寻玉的能力 肯定比普寻玉那强的强的多的多 一把刘琪 刘琪在当主的时候 如果对面实在不好打的话 可以通过 强硬通过臀江来给自己积攒实力 再反过头来一波波的推 但对面有个卸华托 我们肯定得想尽一切办法 把他手牌一压 两张南蛮两张杀 说不定可以把华托带走 但是借于这里 因为他四张牌全都未知 所以不质疑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太明显的 比如顺和拆什么的 他这一轮没摸到顺拆 下一轮他也不一定能摸得到 像这种情况就尽管的质疑一下 这明显的无限 明显就手上没有无限 因为他有的话第一轮肯定会打 这一张拆估计也是个假的 谁也质疑 没有毛病啊 主持人的直觉倒是挺准的 然后不管怎么说 我们肯定想一切办法 接华托打掉 你说接华托 回合内他能有多少张牌呢 一张两张杀留一下 然后正好我们三个人都是群雄 我们只能摸一张牌 这就很有点尴尬 不过不要紧 把计划的最后一张牌一拿 一张九杀 一张决斗 这质疑我们都勇 质疑就直接质疑就行了 他手上 这跟我之前说的一样 他手上一张真桃 一张假桃 他肯定用假桃子来救花托 因为我们还有一刀没杀呢 为了防止他用那张假桃子救花托 我们不如直接质疑 他手上反正如果是两张真桃子 那也是一样的情况 具体大家可以去看 我以前有一把成羽打的 成羽主对面是戒鱼姬 基本上就是戒鱼姬 如果手上有两张牌 然后他队友并死 而我们手上明着还有一张攻击牌的话 戒鱼姬是肯定 然后戒鱼姬用桃子去质疑 肯定去蛊惑 肯定要质疑啊 这点是结论 大家以后记一下 一把成婚主 成婚 这里没有选别的 选了个成婚 毕竟成婚也是有过牌的武将 一下子 梅伦 他四张牌就是他的实力的保护症 但是 四张牌带来的后果也是挺严重的 就是让自己通常 然后 那我们只能摸了三张 这样的话可以把AK留在手上留一下 对面直接把这张把印尸拿走也没有什么毛病 然后呢 我们回合那几三次过三张牌 直接AK三叉 把 把 叫马斯特鱼秒掉 之后 我们又不像黄盖 黄盖是要靠真正的苦肉掉自己的血 从而能给自己补牌 而我们是只用降血量上进就行 所以说小虎对我们其实没有多大的克制 反而是我们你看的 不停的过牌之后 我们可以找到一定的伤害 去打击孙小虾 孙小虾断杀 如果他有杀的话我们直接没了 不过他竟然没杀 直接继续疯狂过牌 两张杀把他直接带走 不管怎么说 成婚能力也是有的 不过如果 如果是借孙小虾 刚才有一轮甚至可以跟太 跟我们接银来传张装备 不过跟太监结婚这一点 实在有点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说实话 时到今日我只知道成婚是宦官 至于他是不是太监了 还有待考证 一把珠环珠 对面两个一个张松一个流战 一个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小 一个流战和一个小流战 但是至于我们怎么打呢 肯定一张加一一张铜甲 保证我们自己的生存 再靠瓶扣和回合内的杀进一输出 但是你说流战唱起来的话 还是有一点恐怖的 你看这一张 这一张火弓 然后我们手又没有闪过 他直接一张九火塔过来 我们直接没了 但是这流战好吵啊 然后我们自己肯定是想办法 对张松进行一系列的进攻 结果这时候流战装备比我们多 没办法跳七百就乱平扣 这就有点小麻烦 然后回合内 这时候来一张刀子 两张杀 两张杀张松没死的话 再平扣张松一下 直接把张松带走 至于单挑流战的时候 这张加一和腾甲 对面流战有AK 那他没距离 那才在气不过呢 又能唱唱不出来 然后脑袖程度 赶紧给把刀 把一K一挤之后 换青龙刀跟我们进攻 不过 这时候我们手上有闪了 青龙刀也没那么怕你 然后 你看呢 他这时候唱了 唱到花里胡哨 但实际上也就是装备 换装备而已 对于我们而言 他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这相当于在那里 无能狂怒一下 然后我们每回合呢 虽然他唱的是假的 但是我们每回合平扣 那是真的 那打你是真的疼 反手平扣 三下带走 两刀平扣 带走 你看呢 看来孙吴大将呢 还得说我们朱环呢 那个流战 毕竟只是小辈 今天最后一把素材是王基主 可惜没有以什么开局 以什么结束 这些有一点 有点可惜 我接这把 就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用 开局呢 打接关羽 没什么毛病啊 这把主持久 一直都贼背 就很背实嘛 这 你看接关羽 这乐也添过 我们也不能把马给他 只好给他一张杀 当然啊 是该给杀 不管怎么说 虽然 虽然给他杀的话 我们自己手里少点东西 然后把国家装备一把 说不定国家打不到 我们这些气牌过了 对吧 如果刚刚国家一下子把两张牌全都给了 关羽 说不定就翻车了呢 但是 毕竟这是国家嘛 他宁愿把牌自己留着 也不愿意给无所谓的关羽 然后 再接关羽继续找我们拿牌 只好把麒麟弓给他 这也没办法 不过接关羽不晓得先上麒麟弓 把我们马下掉 这倒是好听 只能说 这把能赢也跟对面蠢有一定的关系 这里不得不亮黑了 如果关羽这时候手上还有一张红套牌的话 我们直接当场包庇 这也没有办法 反手 不过他 我们既然没报笔 反手一张决斗 直接把关羽带走 之后跟国家单挑 我先下结论 这是个非常欧气的国家 你看呢 就是 我们这打他打不进伤害 因为国家嘛 能不卖血 为什么要卖血呢 然后我们把他装备一拔 再到自己的回合内 他两张南蛮 一张南蛮开着压我们一滴血 刚才一张南蛮对吧 这里他直接 一张决斗 又一张南蛮一下压我们两滴血 那反过来 杀 似乎要把我们杀船那样子 不过我们少了三张闪 倒是没那么怕你 再到我们自己的回合 一张拆 一张热 至于热他呢 除了死害的嘛 运气贼 打的贼差 选将贼烂 运气贼也好 反正他热就是能填过 至于我们肯定是回合内 把闪电 赶紧先下一下 闪电挂在国家头上 就给他送牌嘛 如果我们两个 尤其这这么欧气的国家 你看他每回给他送牌 肯定我们还是看的很不爽 但不管怎么说 这样加一马必须得保住 不然 对面随时就有可能一下子起爆嘛 至于国家呢 打他几滴血 他就有他就能卖到几个套 这没办法 我们是个进攻型地主 打这种防御型农民 我们也只能进攻 但进攻他他就有 就我们就有白打的风险 你看他这又是一样的 啊 这里不一样 不过你看呢 我们这里是吃个桃把手牌移换 把他闪换了一张桃子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然后呢 桃复桃 就是 不得不说 有些人反正就打牌贼烂 悬降贼差 运气是真的好 再到 而且我总感觉王鸡给自己 给对面换牌 永远只会把对面的烂牌变成好牌 不过不管怎么说 大势已去 他在争达也是徒劳 今天的素材就到此为止啊 今天可能时长会稍微短一点 请各位不要介意 因为今天确实打的也不是很称心如意 省素材的也省的 你看现在已经是二十 已经十点了 省的比较晚了 这有三倍肯定是要叫的 大家都不想看我玩陈琳对吧 来我就玩一把刘琪主 之前有人跟我说过想看我玩刘琪 其实甚至鲁之主都是可以玩的 鲁之主是有能力的 就是说实话实在有点搞笑 鲁之主 先看一下 把鲁素压到两张牌 直接找鲁素压牌 不可能找新马带药 没刷点桃子有点小可惜 火攻是吧 先杀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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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估计 你猜他闪不闪 不闪 不闪直接火攻 是一张什么也不知道 再杀一刀 果然 果然他手上有东西 然后上张刀子只是为了让他不耗尸给西马带松牌 他如果杀我们我们必须得无限 我们必须得那个叫什么 出闪 因为西马带杀我们没法闪 但是这就有点小尴尬 问题不大 再到下一回合的时候直接找鲁素压牌 然后顺西马带的手牌 说不定可以直接把鲁素搞死 就看看我们能不能挺过这一回合了 毕竟 oh no 这就有点麻烦 你排真好 这张兵那也没办法 一张兵正好来一张杀 运气倒是还可以 单不赢 单不赢新马带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家就不要介意了 打错了 应该先拆一下新马带的 看一下 看下怎么打 拆 这里必须得拔他的牌 牌太多了 看来是有AEK了 想法打的还是有问题 一开局刷的牌不够好 不过大家也确实可以看到 这新马带确实有能力的武将 他这不管怎么说 马术就对我是最大的特质 你看我正常情况下 留起起个加一 还是挺好打的对吧 但是新马带他强行让我起加一 没有任何的作用 这张杀也没用 到对面要一张牌 他就算给我闪台 下一回合一样的把我手牌全都空住 但如果给我杀 我就直接强行把他全都拔掉 都没用 看能不能摸两张牌中 能不能找一张桃子 怎么样 输了 想法很美好 这输了就是输了 心中的戏很多 但是打的确实很糟糕 好 新马带强度 豆子就是这么送的 如果是陈灵的话反倒好打一些 三票起 三票起 三号位卢之二号位结香 交不交三倍 交二倍 有竹林可以用 细子 细子 细子那就强行 古灵刀没什么用啊 AK有用 但是细子早晚会把我AK拔掉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 直接顺 然后炸基本 这是很硬的 炸装备牌 然后直接对西日财动手 就算打死西日财 我单挑陈灵也不一定打 陈宇也不一定打得赢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顺一下陈宇的牌 看能不能顺点好东西 一张蓝马一张角斗 就都开了 就都开了 所以就算陈宇摸牌也不要管他了 陈宇估计摸的牌还蛮多的这里 就看细子牌一下子摸多少张牌 因为陈宇的牌速全都没有搞过 大概率啊 陈宇手上至少两张桃子起步 陈宇手上至少两张桃子起步 你让陈宇老哥呀 你让我这连往哪哥 我就问你 反正这张无蟹让他知道了 所以我就不如直接把这张无蟹去掉 我还在亲戚面前对你夸下了海口啊 多半会复逃 就看他复逃 拳套一射 埋伏一丸 只等敌军进来 张嘉义也装上 AK也装上 因为现在倒是不 没了直接不 给我 能力打这一点 这点不要怀疑 先吃一张桃子 果然服了桃子 这里是回血的最好机会 继续回血 反正这张冰凉也没什么用 现在也没闪了 无懈可心 最后必须得无 不然他荣王盾 荣王盾随身拿掉 刚说他拿荣王盾 他自己回血了 这现在不一定担得赢了 寒冰 不过寒冰倒没那么怕的 我只要保证自己的状态 一轮打出巨额的伤害 就可以了 先瓢他一滴血 再开鼓动 用 飘不到啊 借不到 想法都不错 反正他服了桃子 这样没用 先乐一轮吧 先别让他把我桃子蒸掉 先别让他把我桃子喊冰掉 看来怎么打 看来怎么打 吃个桃子吃一个桃子 截了截了 不动手不动手 实际上的话他下一轮继续扶桃子 问题不大 就这一轮拖的时间有点久了 我怕这个成 我还怕这老哥介意 打成狱的话 是我先掉血 对了 诶 这是个什么意思啊 这一种是触发回去的 他绕你爱针 爱针 爱那个就针那个 不总是毁满的 无所谓 没有闪哪 把杀给我丢了 没有闪就是最大的问题 我的柴也倒是合理 看要怎么打 要再多一张红 要再多一张红牌 我就直接杀了呀 这我就正好没有 一点一点红都没有 你可能不觉得我杀很多吧 但是他手上估计就有淘汰很多 我觉得 没想错 真没想错 直接动手 可以手运 如此天王 两叉翅 也难逃 如此天王 两叉翅 也难逃 这只打一血 因为 第一张杀毕竟被服掉了 第二张杀毕竟只打一血 诶 我打你一血 你吃张桃子 我去 别说我现在脑袋有点疼 直等敌军进来 怎么打都不是办法 直接杀一刀算了 这张闪必须得留着 他寒冰要把我的减一拔了 我就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堵了嘞 堵了 堵了 堵他手上是不是一张闪 一 可以手遇闪 二 三 你 可以 可以手运射 头好疼啊 这把打的我真的心累 你 如此天王 两叉翅 也难逃 哪张红 哪张红 嗯 知道我在想什麼嗎 這也不知道他服的是桃子還是酒還是沙 如果服的是沙的話我就直接炸酒直接殺他 麻煩了 又沒了 牌又沒了 剪一也沒了 刀子也沒了 現在沒法打了 砍一刀嘞 我這張加一如果不炸掉的話 我殺他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誒 我先開張無果 不知道拿什麼 決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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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也開死 剩下留著下一輪炸 他要是把自己 他要繼續服兵的話就必須得把自己手牌打空 但是這一張韓兵是不肯定不可能讓你出發的 來兩張紅牌 給我來兩張紅牌可以嗎 我只要兩張紅牌 給我來兩張紅牌 我好像是補充的補充的不到位啊 只要炸了的話又怕自己的狀態炸的變得很差 但他現在 至少 桃子也让你用了 让你用了 现在我自己状态太差了 但是我必须得赶在他之前 把他状态压住 别吧 这个还打不死 我差这基本牌 我就差一张基本牌啊 我就差一张基本牌 至于这样队伍吗 你下轮继续给我复杀去 我应该把 丢马干嘛 我应该把这夹一装上 死活打不死啊 我就差一张基本牌 现在 差一张红色基本牌 啥都丢了 直接拿门一开 慢慢这一开结束了 不起童甲的成郁还是脆的 我真的打得很气 你们可以很郁闷 这叫很郁闷 这个成郁给我作秀呢 不过确实啊 这种时候要稍微冷静一点 冷静才可能胜利 不冷静只会输得比较惨 但不管怎么说 朱林把这两个人打死了 也是不容易 成郁使一张牌 一张桃没有啊 他打我脸打得好疼啊 大家可以仔细评一下我这局 我这局一直生气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排队制裁 我要是一直常常都有两张红杀 就可以一直对成郁动手 不管怎么说杀 的话 但是我最后一轮 要么缺红 要么缺杀 要么缺基本 这就很郁闷了 行了 本期出来就到此为止 希望本次才能对大家有益 那么拜拜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茗茜